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,我杨风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,在今天9月26日,星期六的报道, 援引了美国商务部的一封信, 美国担心中芯国际,会将所生产的芯片用于军事用途, 美国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风险, 因此美国公司,现在需要得到美国政府的许可, 才可以将某些产品出口给中芯国际, 这等于是,实际上封杀了中芯国际,把中芯国际列入黑名单之中, 这是继封杀华为之后,美国再度针对中国的科技公司, 采取封杀制裁的行动,这个行动影响深远, 它代表了,美国在未来很有可能会再度升级, 来打击中国的科技产业,但同时美国在未来, 能够打击中国科技产业的力道,和效用,很可能会越来越弱。 另外一方面,北京会不会采取反击措施, 如果会的话,又会采取哪一种措施,哪一种途径, 这是大家所关心的。 根据分析师的估计,中芯国际,多达50%的设备, 是来自于美国,而中芯国际的客户,包括了美国的高通和博通。 9月4日,传出美国政府,正在考虑制裁中芯国际。 中芯国际的股价,在下一个股市交易日的时候,大跌了23%。 星期一股市开盘之后,中芯国际的股价,是前景难料。 如果美国真的实现了对中芯国际的制裁,那就预示着, 美国还会在未来,扩大对中国科技产业的打击。 而这个打击的脉络,会遵循着美国科技产业的强项来种, 会以芯片产业为核心,因为美国在这方面掌握着核心技术, 然后再慢慢地扩大到其他层面。 美国对中国科技的打击对象,以及打击的产业类别, 会从芯片,设备,设计芯片的EDA软件, 然后再扩大到工业用的软件。 然后再从华为和中芯国际,扩大到其他的中国企业。 可以说,美国一旦制裁中芯国际,那就不是单纯的贸易战了。 也不是单纯的科技战争,而应该从更广泛的经济战来看待。 关税战和科技战只是手段而已,凡是在经济范围内的, 都会是美国可以考虑的手段,甚至于是部分的金融战争。 至少在川普任内会是如此。 现在来看一下美国的禁令,对中芯国际的影响。 首先是,中芯国际将无法在未来采购美国的设备。 得不到美国设备的软件更新,也得不到设备的维护维修,这是主要的影响。 在这种情况之下,中芯国际,就必须要采购其他国家的半导体设备。 或者是,中国自己加快半导体设备的研发,来替代国外的设备。 但是,美国也有可能对中芯国际的制裁再度加码,就像对待华为一样。 全球的企业,只要是用上了美国的技术,都必须要向美国政府申请许可, 才可以销售给中芯国际。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,中芯国际就必须要等到,国产替代成功之后,才有可能继续往前发展。 但是,问题是,中芯国际是中国最大的晶圆制造龙头厂商,一旦中芯国际的发展受到阻碍,大陆的芯片产业也会受到阻碍。 因为,美国是有可能会继续加码,制裁其他的中国晶圆厂商,比如说,华红半导体,美国绝对可以一路玩下去,一路的制裁下去。 现在的问题是,如果北京,或者是中国的芯片产业,寄望于美国的制裁,只是到华为,或者是中芯国际为止的话,那是非常危险的。 所以,中国要制定五年半导体发展计划,这是对的,因为这才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。 说完了,对中芯国际的影响,还有对中国芯片产业的影响,我们要继续地探讨,美国接下来的布局,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,来继续打击中国的科技产业。 说到这里,我们就必须要来回顾一下,美中贸易战是怎么开打的。 2018年3月,川普下令,向几个主要国家,加深钢铁和铝的关税,但是因为中国在这方面,对美国的出口金额不是很高,所以有些人就认为,这并不是针对中国来的。 2018年4月,美国制裁中芯通讯,理由是中芯通讯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禁令。 两个月之后,美国政府和中芯通讯达成了和解,但是紧接着,川普就对中国发起了攻势,指责中国对美国具备有大量的贸易顺差。 2018年5月,中国谈判代表刘鹤,到美国华府来,与美国协商。 5月20号,中美双方达成了初步的协议。 但是9天之后,川普这边还是宣布了,要对中国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。 从此之后,美中贸易战就一路开打。 2018年12月1号,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在过境加拿大的时候,被加拿大警方逮捕。 这是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,逮捕孟晚舟。 原因是什么? 同样的理由,美国认为华为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。 之后,中美两国有了四个月的蜜月期。 原因是,2018年年底,美国股市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修正,跌幅达到16%。 但是四个月之后,两国谈判破裂。 2019年5月15号,美国宣布对华为芯片禁运, 把华为以及相关公司列入了实体清单里头。 这时候,用什么理由呢? 所谓的华为违反美国对伊朗的禁令,已经不重要了。 而是国家安全,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 这里必须要清楚说明一件事。 2018年5月,当美国说要对中国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时候, 中国大陆内部存在着很大的争议,大致上有两派的看法。 有些人认为,只要在关税贸易上浪布,多买一点美国的产品, 从美国多进口一些货物,就可以把这件事给摆平了,就像过去一样。 也有所谓的主战派的说法,认为说, 必须要对美国强硬,以牙还牙,以眼还眼,要对等的反击。 哪一个是对的? 2018年5月的时候,杨凤的看法是,没有人知道川普要干什么, 他的目标是要在哪里,他的底线到哪里。 也没有人知道,川普对中国所发动的贸易战,会达到什么程度。 杨凤当时的看法是,美中贸易战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,至少会打一年。 如果从2018年5月,一直到2019年的5月15号算起, 美国宣布对华为芯片禁运,恰好是一年。 2019年年初的时候,当时美中两国在贸易谈判上,气氛良好。 再一次偶然的机会,杨凤听到了大陆名嘴,金灿龙的说法。 当时他对许多的大学生演讲,按照金灿龙的说法, 他预期在2019年年底,美中两国的贸易协商会有一个段落,会结束, 也就是会有一个结果。 金灿龙的预测,算是一个不是过度的乐观,也不是很悲观的看法。 从2019年5月,美国对华为芯片禁运开始,美中贸易冲突,达到了顶峰。 刘鹤在那时候,再次来到美国协商。 当时许多的华人频道,都研判,刘鹤会向美国祈求。 但是杨凤却有不一样的看法。 第一,中国不可能会依照美国的要求,来签订这样的一个贸易协议。 第二,在这种情况之下,美中不可能会达成贸易协议的, 唯一的可能,就是双方签订一个过渡性,或者是阶段性的协议。 阶段性协议的说法,杨凤在之后也说过了几次, 这个看法在当时,几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,绝对是与主流看法不一样的。 或者说,至少在华人频道中,杨凤可能是第一个表达了美中阶段性协议的看法。 这是有视频为证的,最早的一期节目,是在2019年6月19号的节目, 穿习再会,美中又合演全球股市大涨吗? 之后,美中双方在今年2020年1月15号,签订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。 当时美中双方都扬言,会在签订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之后, 再度协商,有关剩下来的议题。 此事好景不长,就在1月的时候,中国大陆爆发了新冠疫情。 很快的,疫情在全球流行起来,中美两国完全没有任何协商的气氛, 而所谓的两国第二阶段的协商,完全被抛诸脑后。 美国对中国的指责,对中国的攻击,反而是更加激烈。 坦白来说,川普对于要如何来打美中贸易战,科技战, 还有接下来的经济战争,也不是在一开始就有全盘的计划, 反而是有一点且战且走的味道,这跟川普的形式风格有关。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,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不是喊假的, 依照川普的个性,不打目的,绝不罢休。 因为疫情爆发的缘故,还有今年的总统选举, 川普他是一定要赢得选举,这是他目前最优先的目标。 现在距离总统选举的投票日11月3号,还有30多天的时间, 川普一定会继续出招,所以这个月的时间,是最危险的时期。 如果美国持续制裁下去,北京也不可能没有反应,必然也会采取反击措施。 只是目前,北京比较尴尬的是,北京不愿意在美国大选之前,采取反击措施。 因为北京会考虑到,如果采取反击措施的话,必然会恶化美中两国的关系。 北京会觉得说,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,把美中两国的对立扩大,给川普的选情加分。 所以,除非是美国踩到北京的红线,比如说在台海议题上,否则的话,北京还是有可能会采取隐忍的方式,一直到美国选举结束之后。 所以,我们就看到,这几个月来,每当美国要制裁中国企业的时候, 北京并没有采取立即的反击措施,反而是相当的克制。 那么,北京最终会采取什么样的反击措施呢? 其实,北京也在准备,所谓的不可靠实体清单。 并且,杨风相信,北京已经有几个方案在手上了,只是他没有宣布出来而已。 所以,要探寻美国继续对中国科技封锁的轨迹,就是要跟着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情来走。 围绕着美国的优势产业,芯片产业来走。 在软件方面,美国可能还会限制中国使用的,除了芯片设计的EDA软件之外。 还有CAD,这是Computer Aided Design,计算机辅助设计。 CAE,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,计算机辅助工程,这是用作工程的模体和仿真上。 另外,还有CAD,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,这是计算机辅助制造。 今年6月,美国取消了对哈工大使用MATLAB数学软件的授权。 MATLAB是数据分析和数值计算等的应用。 另外,在电脑方面,中国还有一个软类,就是服务器的CPU处理器。 目前,不管是采用微软视窗作业系统Windows,还是Linux的操作系统, 大部分的服务器,都还是采用Intel的CPU处理器。 有关这方面的议题,我们会在制作一期的节目来探讨。 不过,华为也有自己的服务器CPU,昆蓬,我们以后再来探讨昆蓬。 其实,美国制裁中芯国际的效用,已经不如制裁华为那么大,甚至于不是那么必要。 因为中芯国际,在全球晶圆制造的排名,只是排在第五名而已。 虽然说,中芯国际,在大陆,是晶圆制造的龙头厂商。 但实际上,中芯国际,不论是在技术上,规模,以及营收上, 都和台湾的台积电,以及韩国的三星,有很大的差距。 毕竟,中芯国际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只有4.8%,还不到5%。 在技术上,中芯国际和台积电,还有两三代的制程差距。 另外,美国制裁中芯国际,总是有那么一点上市对下市的味道。 当然了,如果美国是要对中国打全面的经济战争, 那就另当别论了。 要打经济战争,那就是能打就打,能取胜就取胜。 尤其是在选情的压力之下,川普要不断制造新议题。 最后来谈一下,美国制裁华为,又制裁中芯国际。 这是有后遗症的,特别是对中芯国际的制裁。 因为中芯国际比不上华为。 华为是全世界最大的通讯设备厂商,同时又是5G设备的领导厂商。 华为在全球手机的销售,也是名列前三名,在今年前半年。 因为疫情的关系,华为手机的销售甚至于超越了三星,在全球排名第一。 中芯国际如果不能够制造芯片,或者说只能够制造低端的芯片。 中国业者只能够向国外采购。 在这种情形之下,美国芯片制造业,芯片业者会得利。 我们从华为的例子来看。 Intel和AMD,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许可,可以销售笔记本电脑的处理器给华为。 这就表示,川普政府是实用主义者。 一方面,想要打击中国的芯片产业。 另外一方面,川普也不忘记为美国的业者争取利益。 但是,美国制裁中芯国际,有一点像北风与太阳的预言故事那一样。 这个预言是,北风与太阳相约,决心一场比赛,决定谁的力量强大。 能够让路过的旅人,脱下斗篷。 结果,北风是越来越用力地吹,而旅人反而是把自己包得越来越紧。 可以想见,中国大陆今后,一定会加紧研发半导体的生产技术。 北京只能够依靠自己。 而中国要花多久的时间,才能够达到芯片技术的独立自主。 首要的观察重点是,上海微电子, 是不是能够在2021年,或者是2022年的时候,能够如期的交货? 28奈米的光刻机。 或者说的更精准一点,是,生子外,光刻机,DUV。 有关这方面,请参考我们上一期的节目。 中国1.4万亿美元研发半导体,冲击全球产业链。 目前,美国前后制裁中国的科技公司,到今天为止,主要有三个。 中兴通讯,华为,还有中兴国际。 谁会是第四个被美国制裁的中国企业。 这里是风云天下阳风时评, 请记得打开视频右下方的小铃铛, 这样您才会收到新视频的通知。 谢谢各位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